这里给10亿,那里给10亿,钱袋子很快就要憋了 这句话原指冷战时美国四处扔钱拉拢盟友 如今被西方再次提起,指的是看不到尽头的俄乌冲突 乌克兰的需求越来越大,美欧今天支持一点,明天援助一点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腰身的能源价格和疯狂的通货膨胀 又会不会让西方民众对乌克兰失去兴趣呢? 约翰逊二度访务时呼吁坚定支持乌克兰,千万不要产生疲劳 但是西方已经疲劳了,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欧洲民众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一个叫做和平营 他们希望冲突尽快结束,即便需要乌克兰做出让步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正义营,实际更像战斗营 因为他们坚信比起和平,更重要的是彻底打败俄罗斯 除了波兰之外,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和平营占上风 大约是35%,比战斗营的22%高出了13个百分点 上周末坐着小火车去挺屋的欧洲三巨头更是如此 德法有超过40%的人支持和平 意大利就更佛了,52%的人选择和平 有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欧洲人疲了,痛了,怕了 疲了是因为老百姓不愿意再让政客挟持名义唱高调 痛了是因为制裁反噬导致自己的生活成本一路飙升 怕了且不说俄罗斯的核威慑 相比于美国,欧洲被拖入战场,那可是实打实的威胁 洛杉矶时报的专栏文章说,即便在意大利的山区也难逃冲击 显美加仑5美元的汽油太贵吗?那你试试8美元的吧 加完你就有切肤之痛 欧洲在俄乌问题上的分歧,还可能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民意对立和社会撕裂 这对脆弱的欧洲来说又是心意虫的打击 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美联社的调查显示 在3月份的时候,55%的美国人认为 即便牺牲一下经济,也要制裁俄罗斯 但是到了5月份,10%的人叛逃了 只剩下45%的人支持严厉的制裁 51%的美国人更担心本国的经济 俄乌冲突呢,其实是在三个维度上进行 一是战场的本身,二是经济的博弈,三是意志之战 俄罗斯承受的制裁之苦应该远远高于欧美国家 但是西方人对痛苦的承受度比较低 所以在第三个维度上,西方国家恐怕已经输了 而且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很难逆转 普京一直坚信俄罗斯会赢,部分也是基于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说,美欧还是力挺乌克兰的 看看最近的新闻,像三巨头访屋 给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美国的新一轮援助等等 但我想说啊,这些都是虚张绅士 比如给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这事儿 完全有可能是象征性的展示一下欧洲团结而已 真要加入欧盟,首先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行 其次呢,还要处理一大堆复杂且官僚的程序 欧盟开出了六大条件,包括法官的选择 限制寡头,腐败调查等等 而处在战火中的乌克兰恐怕要改到猴年马月 才能满足欧盟的条件吧 目前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呢 都是欧盟的候选国 你看土耳其早在1999年就获得候选国地位了 这不还在排队等待吗 还有三巨头访屋,表面支持度满满 说乌克兰是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 必须要获胜 但是三巨头愣是没有给泽连斯基最想要的东西 及时交付武器 德国的新武器可能要拖到秋天才能装船 其他的国家呢也是动作缓慢 乌克兰国防部表示 乌克兰所需的武器只交付了10% 乌军和俄军作战 火力处于一比十的劣势状态 所以不要看西方说了什么 而要看他们做了什么 乌克兰反击能力在很大程度上 是取决于西方国家的支持程度 武器能不能及时到位 才是支持与否的最直接证据 我想乌克兰应该也感受到了西方的疲劳 最近其言语之间已经是警告多余感谢了 CNN问到 乌克兰的需求是不是已经接近 或者超越西方的意愿和能力了呢 当西方开始怀疑离放弃又会有多远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